将自己的两本著作捐给书船来充赢书库 市长林佳龙表示 希望能和旺道号一起环游世界 全球最大的海上书船旺道号 终于要停靠台中港 8月13号到24号在5A码头 船上的丰富书源 邀请民众一起到船上来看好书 这样的一个幸运我也很期待 台中的年轻人尤其是小孩子们 可以藉由去接触我们的旺道号 开启他知识的一个门窗 然后也许就是他因为这样交了朋友 现在很方便以前要写信 现在大概透过这个网路 就可以让这个友谊千丝万缕 不管我们旺道号走到哪里 都会变成我们通向世界的门窗 旺道号隶属德国的国际慈善机构 好书共享协会 从1970年至今已经有来自150个国家 超过4400万人次登船 而主办单位也表示 去年旺道号抵达台南安平港的时候 最高人次创下了单日3万人次 他们也希望今年能创纪录突破20万人 就单单就来台中来把这个祝福带给台中的市民 把这个400多位的这个的船上的这个志工们都是年轻人 来带祝福带给台中的市民 所以我们也希望 真的要提醒我一下 我们也希望说 这次来访台中能够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方式 以我们弯道号上面的这些人 志工们的生命 来去影响台中的 这个的许多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各位的青年人的生命 至少呢 我们会有两场国际职业 那我们邀请所有的人 通通都可以细加带卷一起来 那你刚才已经知道了 在我们船上有超过来自50个国家的人 所以我们有很多要分享 我们的文化、舞蹈、音乐 所以你会在我们的国际职业里面 看到各国的舞蹈、文化、音乐 而为了鼓励民众一起登船 除了阅读之外 主办单位也安排了不少精彩活动 其中有一项是不插电 要民众放下手机 和来自各国的朋友交流 也欢迎民众到场来体验 九军台中采访报导